取刺花丛懒回顾 屠夫欲我心中怒 小可爱们你们好 我是陈骁断捷 自幼被少林寺铁拐方丈受咬后 因着从小暧昧 不想提督 方丈给我出此妙计 戴上帽子 中光头 此法一直把其他师兄弟蒙在鼓里 至今还没出来 下次希望方丈别用铁的做鼓了 在少林寺练就了一身的毫无疑 最拿手的就是少林寺一个红人 没错 这个红不拉击的就是我 习武之人有一颗武魂 所以我喜欢挑战 面临比我高大的对手 从小不吃醋的我 看到他触手的时候 想出了几道裁明 但是我怕过大不干 所以先写在小本子上记着吧 容我击垮对手过后 再扎至金黄 证明张玉怪被我做冲油状 打的是昏头张脑 再加点香菜 估计都可以让托尼老师 入获时尚大咖奖了 我这么干扰他 他都对黑牛情有独钟 看来是个性情中人啊 错了 性情中章鱼啊 古鱼又云 在天眼运作比翼鸟 在地吃点小烧烤 你等着的 我一会就给你穿成串去 我刚想翻点芝麻子然辣椒面去 结果他就因怕被我烤了 竟然来打我了 我一身的恐慌之力 我不出手和他对机 是有原因的 我一旦出手就会暴露了武林中失川已久的玉女心惊 到时候江湖又会因为这本功法刮起腥风血雨 所以我一直按耐住自己紧握的双手 凭借我灵活的步伐 在各种大小广场 祭拜无数大婶大娘们的无故 他怎能轻易抓到我 在我翻转腾诺中看似凌乱 但这一切都是有节奏的 你们可以数一下 我是几不易回头 一二三四七 哎呀算了 其实我是骗人的 我回头是怕他追上来 他挺大个爪子 太吓人了 毕竟我不能使用功法 这太吃亏了 但是抱怨并改变不了现状 毕竟目前他还是奈何不了我的 但是突生变故 这货原来还是有压箱底的东西 击倒我过后 他并没有理我 而是贪婪的走向另外几人 我凭借内功自了 浴火重盛 大张鱼眼见其他人夺闷而逃 只能转过来追我了 当初把方丈假牙偷出来 送给心仪的姑娘 姑娘看后心虚若狂 掏出棒子 对我一顿猛追 追着我打了三天三宿的我 从此练就了 别打了 你听我解释大法 虽然姑娘和大张鱼都不想听我解释 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 最后都没追上我